前几天我不是说我准备找七个高手或主播 在七天内单排从锅子弹到全国颠峰榜一吗 今天是5月3号的第三天 我们现在的分数来到了2704分 超级疯狂弹1806名 目前全国榜一是3600分 也就是说剩下五天 每天大概200分 应该就可以完成上颠峰榜一的挑战 原本我想的是七个人每人打一天然后接力 那第一天我找到了KE 这小子直接从1500分达到了2500分超级凤凰蛋 我看很多粉丝在评论区也给我推荐了其他主播 当然我也都尝试了询问了他们一下 不过大家都不是特别方便 当然不是说他们技术不好或者是怎么样 主要是时间有冲突 并且这最近不是劳动节嘛 所以就不太方便 然后我就找了自己认识的几个哥们 比如窝窝陌生历史巅峰榜24 七边雨历史巅峰榜1 清空历史巅峰榜1 第二天圆定了七川 结果他有事要去忙了 没办法打 只打了一小会儿 大概到2550分就去忙了 于是那天基本上就耽搁了 那最后晚上的时候正好老莫有时间 于是老莫就匆匆上场 从2550分用了两三个小时到2700 后面状态不好 又没人能接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打 运气不好呢 他就掉了回来 第三天早上 清空和西边雨又重新上了回来 其实倒不是说我这些哥们打的不好 技术不好 那主要是到了这个段位 基本上大家都是双排或者是四排上分 因为单排的话 稍微失误一下就出发了 他们吃一把鸡大概加6分7分的样子 那第二关生存 只要失误一下 就直接掉1617分 这你受得了吗 倒不是说他们单排没实力 毕竟他们都是颠分全国历史第一和前56选手 要是硬打上去的话 当然也没问题 只不过实在是太消耗时间和精力了 而且呢 加上我这边经费有限 那劳动节放假 大家也都有事情 所以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考虑到一个人一天一棒的情况下 会特别的疲惫 稍微有点失误就得速搬 所以我准备改量一下 每个人一天 比如说打四个小时 打完之后另一个人立马接下 这样的话应该效率会快很多 目前第二天基本浪费掉了 现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分数是2704分 估计今晚应该可以到无敌凤凰的 具体呢 还要看后续的如何发展 这个号后面也许会出现连贵的情况 总之麻烦大家给个小红心 顺便关注一下我这几个哥们 不管怎么样 我肯定想尽一切办法 都要把这个挑战给完成了 我肯定想尽一切